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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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框架与零件的结合部位 也称作汤口或者是胶口 意思是热化液态的材料流动的进出口 那么什么是隐藏水口呢 这种设计是把水口留在零件拼合的面 那么将水口剪掉以后 两片零件一拼合 处理的水口也就自然看不见了 所以很好处理 这支RG沙渣笔就用到很多的隐藏水口 隐藏水口需要剪三刀 最后一刀大家可以放心大胆贴着零件去剪 因为不出现在表面 所以对外观的影响很小 水口如果不去修剪不去修整 那么模型看上去就会有点粗糙 想想一台漂亮的模型 总是有这些新兴年的水口在上面 还是会比较影响心情 主要是一旦注意到那些水口后 你就很难接受它待在那里了 修水口用到的工具 我推荐大家使用打磨板和砂纸 也可以用搓刀 但搓刀手感往往不如砂纸 不同品牌的搓刀切削力也不同 操作起来对新手不是很友好 所以在这里我还是先讲打磨板和砂纸的用法 打磨板可以像这样购买三种型号 我用的这三种的宽度分别是5毫米 1公分还有1.5公分 因为零件有各种形状 不同宽度可以用在不同的位置 比如一些比较狭小的空间 这种小尺寸的就可以伸进去打磨了 然后砂纸的选择 素组玩家建议选择600目 800目1000目三种 号数越小 切削力越强 大家可以购买水砂纸 水砂纸的意思是可以沾水打磨 当然也可以不沾水打磨 包装上有这样耐水的字样 下面要做的就是将水砂纸进行裁剪 然后贴在这些打磨板上 大家可以像这样将打磨板贴在砂纸的背面 然后沿着打磨板的边缘裁剪砂纸 最后用双面胶将裁剪下的砂纸贴在打磨板上 双面胶可以购买3M的 粘合力度不错 而且很好撕下来 宽度可以选择跟打磨板同宽的 买这样一卷可以用很久了 因为砂纸用一段时间是需要更换的 所以建议大家提前裁剪好一些备用 像这样将双面胶贴在背面 然后用钢尺裁下来 再用打磨板比着裁剪成很多段 放在小袋子里分类装好 这样需要更换的时候就方便多了 那么砂纸用到什么时候需要更换呢 基本来说在打磨的时候感觉切削力不足了 甚至有些打滑 那么就可以更换了 打磨板大家可以这样使用 用拇指和中指捏住两头 食指顶在中间 这样比较稳 而且使得上劲 也可以像使用搓刀一样 三指捏住一端 这样来打磨 下面我们就来打磨一个水口演示一下 首先用600目砂纸将凸起磨下去 新手建议单方向打磨 这样比较不容易出现晃动 水口基本打磨掉以后 换800目继续打磨 这时候水口几乎已经看不到了 如果最后你打算做消光效果的话 这样就够了 但如果想做出光泽效果的话 需要换1000目砂纸继续打磨 目的是让表面更光滑 因为光泽的效果更容易暴露表面的缺陷 相反 消光效果其实是比较遮守的 像这样 经过600到1000目砂纸的打磨后 经过打磨的这一边水口 几乎已经看不到了 使用过后的砂纸 可以用小刷子扫一下粉尘 硬一点的牙刷也可以 这样砂纸会更耐用一些 蘸水打磨的话 可以更及时地清理掉打磨下来的塑料粉尘 避免粉尘反复摩擦表面 打磨效率会更高一些 修剪水口是需要花一点时间的 是个比较枯燥的工作 但是这也是做好模型的基本功了 对外观的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 而且随着大家越做越多 这样的时间会越花越少 修起来还是很快的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下期我们继续来讲零件表面的处理工作 大家继续准备好砂纸和打磨板 再准备一些海绵砂纸就可以来上课了 小伙伴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锐的魔性世界加入我们 进我们的微信群一起学习一起分享 也欢迎关注我的个人微博 锐熊熊大火 我最新的制作和消息都会在上面更新 感谢好友戴萌兔的大力支持 喜欢视频的请投币点赞收藏分享 感谢大家的收看 Race Studio持续为你加油 下期见 上期的节目播出以后 收到很多小伙伴的鼓励和支持 那么对于第一次做视频的我来说 真的感到非常欣慰 非常感谢大家 很多的朋友来问我 那么多工具我需不需要一次性置办齐全 需不需要一步到位 买最好的最贵的 那么我的回答是完全没有必要 随着自己制作经验的增加 需要用到什么去买什么就好了 慢慢的你也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工具 我最开始制作模型的时候 也真的没有几样像样的工具 但是好像并没有影响什么 所以最重要的是 抓紧弄手做起来 随着我们节目的播出 很多的小伙伴加了我的微信 进入我们微信群来讨论来分享 非常开心 不过因为加我的朋友太多 有时候一些消息 我可能并不能及时给予回复 那么这一点上还请大家谅解 如果有朋友加我微信没有成功 或者已经加了我 没有被我拉进群 那么就多敲个几下 我看到后一定会处理的 那么就这样 下周见 就这样